今天来调解的夏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周末夫妻 在他们过去18年的婚姻中 因为夏先生在外地工作 夫妻俩一直两地分居 每逢周末才偶尔相聚 可是长时间的分居却丝毫没有影响 两个人在思维方式上的惊人一致 这在双方分开的场前采访中可见一斑 我得不到我账户对我的认同 我感觉我做得已经解尽全力了 但是得不到他的用途 而他呢总想从我身上索取 他支持索取 所以我认为这个婚姻对我来说非常失败 在婚姻里面我感觉自己是很不幸的一个人 夫妻俩都想得到对方的认同 但又都痛恨对方的自私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是因为夏先生的冷漠吗 但我就觉得他对我这方面比较冷漠 对我漠不关心 还是因为王女士的任性 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去赚 越来越不讲道理 而在调解现场 王女士又是出了什么状况 让所有人都陷入惊慌 我眼睛出血了 停一下吧 怎么了 我眼睛出血了 怎么了 夏先生又是做了什么 让观察员廖阿姨勃然大怒 今天在现场 我亲眼目睹了 场上的这一个动作 让我全盘推翻 而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让王女士和调解员把艳艺针锋相对 我说的是仕途 不要听他说 他在撒谎 我没有说他在 我的仕途下回 我猛了 我现在都要猛了 面对这状况不断的不期 我们的调解能帮助他们 解决最麻烦的婚姻难题吗 调解即将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中牌乳酸菌素片金牌调解 江中牌乳酸菌素片 每天嚼一嚼乳酸菌调理 祝肠道通畅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白燕毅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王女士和夏先生 欢迎二位 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 我们首先要了解 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 是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的婚姻现在出现问题了 我觉得很痛苦 我希望来到金牌调解 通过各位老师的评判一下 就是出现问题是 她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 如果她能改正的话呢 我们的婚姻可以继续下去 如果她不改正的话 我就觉得等到明年 因为孩子今天高二 等到孩子高考结束以后 我就想结束这段婚姻了 那你觉得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她的问题吗 是她的问题 是她的冷漠 她的无情 她对我的不肯定 我认为我所有的努力 我所有的付出 对她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她也没认识到 我的优秀和我的努力 我希望我的妻子 能明白什么是 真正的正确和错误 不要把错误当成正确 不要把无语当成有理 只有这样 生活中才会少了矛盾 人才能会越来越健康 你们的关系 是不是出了问题 关系肯定是出了问题 这都是日积月累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结果 你觉得是你的身上的问题 造成的还是她的问题造成的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她的问题了 对 因为她每天都在抱怨着 都在指责着 她期待着 我的每一天都是围绕着她转 然后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我的缺点 就像是一根钢钉一样 刺在她的心里 每天都在重复着 骂骂着 您有想过离婚这件事吗 离婚一直是贯穿着这个婚姻 那她现在要提出离婚了 她只要觉得离婚幸福就可以 我只是在完成一个责任和义务 为了孩子和为了她 你没有什么期望 我没有什么期望 有时候现在感觉活得 人生是很麻木的 一上场 夫妻俩都显示出了 相当有水准的语言表达能力 可是她们优秀的口才 却是为了极力渲染 对方的种种不适 那么在她们的身上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王女士说 这一切还得从两年前 她生了一场大病说起 王女士说 在她患病的这两年来 丈夫的冷漠无情 无数次伤了她的心 更把她们这个原本好端端的家庭 直接推向了矛盾的深渊 有一次 我在楼上非常非常难受 我都要疯了 我就喊 我叫她上来 上来的意思是 陪伴我 陪我待一会儿 陪我聊聊天 陪我就是分享我的注意力 不要我独自享受那种痛苦 喊她她不过来 我干活呢 我觉得她是找借口 她就不愿意在我身边陪着 后来我下去了 下学看到她正在那 插那个电话锅呢 我就把啤酒瓶摔了 我就说 我师弟 你不愿意打扰卫生 那就打扰卫生吧 我就觉得 我有病了 我难受我痛苦的时候 是希望在我陪着在我身边 给我精神上的支持 给我一些鼓励 然后在她那时候得不到 她希望的和别人希望的不一样 她希望我24小时 不能离开她的视线 我感觉我做的已经无为不至了 做饭 做菜 洗衣服 等你这一切 这是必然的一种活 按摩 她睡不着觉 我每天都要给她拍睡 像哄孩子一样 给她拍睡 我再睡 我们家是两层楼 按照正常人的情况 洗脚应该是在一楼的厨房里 因为那地板是瓷砖的 但她的洗脚 要在二楼的主地板上洗 我要倒好洗脚水 放在床前 等她洗完了以后 我再端下去 然后等那天 她那个是喊我 让我上楼上去陪她 我说你稍等一会儿 我马上干个活 这就不行了 冲下来就把瓶子给砸了 我也没有生气 我孩子很有病 我给她扶上去 哄好 我一跟她吵哨 我觉得都连苦戴好 跟她操扰起来了 我已经崩溃了 就是我不管什么时候 任何时候 我在床上躺的 折腾难受的时候 她都是在管她的事 不管我 并不像太软的那样 我每天的生活 从她住院的时候 医院里所有陪护人员 还有医生护士 都在做了点头 都认为我照顾她 照顾得很好 她自己意识不到 比她病情严重多点 也没有得到她这样的照顾 但是她想得到的 不知的是 还有什么样的一种照顾 比如说她疼痛的时候 她不舒服的时候 你会是什么反应 我给她揉按摩 然后腿 脚 足疗 头部 颈部 那她说的 你根本就不管她的 那种形形 是确实偶尔有过 还是说 那一定会有过 我做饭的时候 我不能再管她 我搞医生的时候 不能再管她 并不是故意的 是吗 但是贪着我就是故意的 说实话 说实话吧 我在医院住院来 坐18天医院 她在医院照顾 我天天8点钟去 然后中午吃饭 三饭以后 她在病房上睡觉 睡到两三点 可是她刚才不是说 连医生都说 没有谁比她照顾 没有 没有 怎么样 没有医生 任何人会说这种话 她照是最不好的 她是自己认为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按照她所说的 每天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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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待 这个偶尔的行为 她拍你睡觉的时候 也是不跟你落车 不跟你说话 看电视 看手机 跟人拍拍拍拍你 然后自己 跟人自由睡觉 就从来不跟你沟通 不跟你说话 不安慰你 什么话都没有 应付 应付 不是用心 你要的是 她用心地对待你 她说的并不是实实 实际上有很多事情 我想我都是在主动地 很真诚地去照顾她 只是她认为 我是在应付 因为她 一向要求的多 对别人挑剔的多 一百件事情 如果有一件事情 做不好 那九十九件 做得好的 也都是徒劳 都变成一种错误 说实话吧 说实话 你一样来调解来 就真诚对待 面对自己 就是你错了 我错了 如果说想 继续下去的话 就改 王女士很焦急 因为在现场 不论她举出怎样的事例 来说明丈夫的冷漠无情 丈夫都能举出更多的例子 来证明她不是这种人 这显然是王女士 所不能接受的 于是在接下来 王女士又想到了一个 丈夫冷漠的事例 我现在更年期 然后我现在肾病 糖尿病 然后清光炎 胃是重度 没耐性胃炎 很痛苦 她从来没有 就是观醒过你 问问你 就是怎么样 或者照顾你 没有那样 有女人上的交流 没有 我主动 我天天给她打电话 但有时候她还嫌烦 就你打电话 跟她说实际话 她不回你一句 就在家里 要跟她闹壳 她也不回你 就像跟一个 一个木头人 在说话一样 这一定是的 因为她从早晨 起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十几年来 就是给我挂电话 挂电话的 主要是 就是唠叨 谩骂 指责 她这个指责的来源 是什么呢 点点滴滴 从结婚认识 到现在 所有的事情 从头到尾 背一遍 天天都是这样 讲话说了一千遍 在她内心世界里 她一种 外大就委屈了 有时候我会 跟她解释 一解释 就是她认为 我在跟她干架的 然后她就会 下一步 在谩骂的时候 又多了一句 我都有病了 你还给我干架 我接到她的电话 我会很恐惧 害怕她来电话 那你会怎么应对她 早在 我儿子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我儿子教了我 一个办法 他说爸爸 妈妈在给你 挂电话的时候 你就把电话机 往里一放 你该干什么 就去干什么 然后不过 你过一会儿 要来听一听 那是三四岁的孩子 亲眼看见她 天天挂电话 指责慢骂 孩子替我 想出来这个办法 不是那样的 是这样的 有病以后吧 我是经常指着她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因为我在那 得不到温暖 得不到支持 我非常难受 我请你抱怨两句 或者是我 发了一句牢哨 你说一张来讲 你是不是应该包容我 没有 没有陪我走过 就是最难过的 就那段时间 就每天用这种方式 来跟她发泄吗 跟她发泄 其实我所谓的发泄 每次次希望得到她 对我的关注 就希望她多关心关心我 可是得到的 得到的是冷漠 她说的是恐惧 她认为是恐惧 我认为她对我的是冷漠 夏先生 你听她跟你讲说 我很难受 我很不舒服 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内心是什么感受 已经麻木了 因为她经常在说 她见到我 或者抱怨的时候 总是这个说 不是这疼就是那的 我不知道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我眼睛出血了 听一下吧 怎么了 我眼睛出血了 怎么会出血了 王女士身体上突发的状况 让现场陷入一阵惊慌 调节随即中断 后经工作人员查看 王女士的眼部 确有出血的症状 但她的表现 却异常的镇定 似乎对这个状况 习以为常 她只是要了一瓶冰水 来冰敷 我其实病很重 我每天都很痛苦 这是你 你的病的一种反应是吗 是 我的眼睛 她那个眼牙膏 有时候一刀疾 或者一神气 或者一泪 就容易 她会冒进血管出血 完全眼睛特别疼 她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你知道吗 知道在医院 在医院的时候 你怎么做的呢 有大夫 丑的 有没有安慰安慰她呀 因为医生也没有 有什么药物 可是都问过的 夏先生的话 虽然乍一听有理 回味之后 却让人感觉到 有一丝反常 因为他此刻 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 却是对眼下这个状况 不以为然的态度 而这显然 许多观察员也都注意到了 他们都议论纷纷 文艳和廖阿姨 就忍不住 率先开了口 当她眼睛出血的时候 我们在场的 大家都想过去看看 怎么回事 而你作为她的丈夫 你坐在了你的位置上 一动都没有动 我甚至没有看到你 回头去看她一眼 我不能说你不对 但是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她的丈夫 请你把她每一次 喊疼的时候 不管是真是假 都当成是真的 因为每一次 不管肉体怎么样 首先她的心理感受 都是 事在疼的 我需要你 每一次都是 没有真假 我们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 哪怕他是山上的 那个小孩 他想试一试你 那么有一天 如果真的狼来了 有一天 如果他是真的很疼了 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 而你忽视了这一点的话 到时候 后悔莫及 自责一辈子的人 还是你 她眼睛流血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着你 可是你连动都不动 我就在想 这个女人 真的是跟这个男人 生活了二十多年 表面上你告诉我们 你对她是怎么怎么好 你怎么怎么做的好 场上的这一个动作 让我全盘推翻 我觉得 你在家区的时候 大家都看不到 你对她怎么好 我们也没看到 今天在现场 我亲眼目睹了 但凭这一点 我觉得你的妻子 如果是在家里 她能得到你什么 你没看见 我觉得这个女人 真的很可怜 我不是说她没有经济 我不是说她没有衣服 她没有房子住 我觉得她是缺少丈夫 那种精神的陪伴 她所有的渴望 都是落空 所以今天她才会变成一个怨妇 也许你们之间两个人 走过了漫长的十多年 也许激情没了 爱没了 但是心情又在 所以说我想劝劝场上的男方 无论怎么样 如果她就是你的邻居 生活住在隔壁几十年了 我觉得也有情感吧 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希望你能赶快起身 走到妻子的身旁 说一句 你要什么 这不需要钱买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情的表达 会给你妻子带来许许多多的安慰 她生我吃几百甜的中西药 廖阿姨和文艳都用极为严厉的话 狠批了夏先生对妻子的冷酷无情 可观察员维汉却不认同他们的观点 她想为夏先生说几句话 两位老师的这个发言 其实有些地方我不太认同 场上突发的那个状况 男方的反应在某一个方面 也说明它是正常的 如果说女方的一举一动 还能够在男方眼中 是非常重要的 还能够有触动的话 那你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就不会坐在这儿了今天 对吧 正是因为你们之间已经出现了 这种非常可怕的 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 才导致了刚才那个场景之下 男方的这种反应 非常冷静 非常冷漠冷淡 我记得曾经也是在这个场合 那个女方晕倒在地了 然后男方坐这儿嘻嘻哈哈说 没事她经常这样 可能也是曾经在家里 也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 觉得医生也说了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小事 不会有什么致命的危险 经常的 所以说也不能过多的 因为这个反应去指责男方 怎么怎么样 这恰恰也说明你们之间 已经是出现了可怕的这种问题 韦汉认为 仅仅以一个突发状况 就判定夏先生对妻子冷漠无情 是有失公允的 他希望夫妻俩能够阐述更多的事例 让大家能够更充分地考量 这时调解员把艳艺 却想提醒王女士一个问题 这位女士 如果不是刚才现场 你的这个突发的这个情况 我们看她在那儿 无动于衷 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 真的你所嘴上表述的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听出来 是她主动地冷漠 而都听的是因为你的 不断地对她的施压 导致她的一种疲惫 而产生的退缩 所以您把一件事情 完整地说完 说具体的事情 不要说一种状态 或者概念 百艳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女士 在表达上的问题 她似乎无法专注于事件的本身 而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 倾泻自己心中的不满和委屈上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导致夏先生的麻木和反感 在听了百艳艺的建议后 王女士整理了一下思路 于是她又想到了 去年发生的一件事 这件事在她看来 也正是因为丈夫的冷漠 一手造成的 我有一次好低糖了 低糖得受都不行了 她在旁边沙发上 一般把手机就瞅着我 你这么大人了 你不知道吃多少饭吗 非得惹成低糖了 就指责我 连你都不理你 因为这事我就去找她妈去了 但是她妈说我什么不 你俩脾气没有一个好的 有一个脾气好 不能到今天 因为当时我那种状态 已经到崩溃变完了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就把我她家有个烟篓子 就楼地下去了 她妈妈这句话 为什么会让你发脾气 因为什么 我不是脾气不好 是你儿子对我不好 你觉得妈妈没有说公平的话 没说公平的话 你天天把东西天天骂人 她觉得自己脾气不好吗 落地了以后 她妈就跟我 就不愿意了 就发生争执了 我等到后期 给她找去以后 她敬我 指着我鼻子才骂我 我不认可的是 她拿自己的错误 当成道理 当成荣耀来说 她刚才讲在我母亲家 那件事情 那是同一天晚上 我带着她去散步 散步了一会儿以后 她要去低糖了 我确实是 态度不是很好地 我说了一句 我说你这么大人 应该能掌握好 胰岛素的用量 跟你这个用量 吃多少饭 你不能总低糖 就这样一句话 我因为这一句话 没办法 我亲自给你洗的脚 希望能得到 因为我这句话 也可能有伤害你了 你已经感觉到 这句话 她有不满了 这句话应该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那种态度 可能说的是有点 对于她 特别是她这种 心理素质的人 感觉的是一种伤害 早晨我起得很早 我给她做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她起来了 我妈妈连连地说了几句 然后她说 我到你妈家去坐去 就这么走了 后续的事情 她就没有下降 比得我母亲给她下跪 就磕了一个头 是这样的 我把她那个楼 我一推 弄地以后 然后我在她家那炕上坐着 她妈从那门口站着 过来了就没跪 因为她要炕了 在那个炕炎上要磕头 我就拿膝盖拿着腿 我怎么做呢 给整起来了 我也没想到磕 一个老人鼻子给你跪一下 你说实话 你发誓 她跪了 她没用 她就站在那 要磕头 我拿腿一变 没磕着 一个七十多岁 一个老人 然后你到那去抱怨 人家说了 你就脾气不好 然后你就把东西给人揉了 而且你那个语言方式 磕想而知 持续的时间之久 也磕想而知 老人没有办法 但是她自己 竟然认为 她自己脾气不是不好 这个事情 我就感觉到 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事情 是很难理解 我的母亲 在四十天之前 已经去世了 今天正好是四十天 也找不到证人 找证人也没有用 那一天 是让我最绝望的一天 我彻底彻底的 已经绝望了 从那以后 我剩下的这个家 只有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已经没有什么感情 夏先生一字一顿地控诉着 大家都能直观地感受到 此刻他内心的绝望与沉重 站在他的角度 过去这些年来 他一方面在外拼搏 养家糊口 给家里买下了两套房之余 还承担起了妻子 数十万元的治疗费 另一方面 他也自认尽心尽力地 照顾了妻子 做好了 作为丈夫应该做的一切 可妻子却还是经常指责他 让他长年来倍感压抑 拼搏这种苦 是身体上的苦 是肉体上的苦 是可以承受的一种苦 但跟他这种 是一种精神疼苦 说不清 理不清 扯不断 理还乱的一种苦 我真忍不下去了 说实话 我这病是这样的 是跟孩子累的 跟他气的 因为他的原因 因为他的什么 冷漠 无情 我不管人在哪里 都会考虑这个家 后来的他的身体 就是他认为 我是一个冷漠的人 一个不断控诉 一个不停否认 夫妻俩 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又一轮的相互抱怨后 双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面对夫妻俩言下的僵持 调解员把谚意 给出了他的判断 我相信夏先生 是非常努力地 在去对自己妻子 关心和疼爱 并不是王女士 所说的冷漠 不负责任 但是同时 我也确信 王女士 她所谈到的 她感受到的 那种冷漠 失落 是非常的真实的 你们二位说的 我都相信 按照把谚意的观点 夏先生 不是冷漠无情的 可王女士 对丈夫冷漠无情的控诉 也是可信的 把谚意为何会有如此 自相矛盾的判断呢 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在两个不同的界面在说话 就你们两个人的感受是错位的 我们先从王女士的 躯体化的这些疾病来去说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轻光眼 程度不轻的胃炎 尤其是肾病和高血压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 这两个病都是自己内在有巨大的愤怒和恐惧 所导致的 躯体化疾病 是 王女士在现场也表现出了 她的这种愤怒 那种愤怒不是装出来的 是真实的一种体验 她不停地在现场说的 你要说实话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感觉你很冷漠 我相信她的一切的感受都是真实的 但是她的感受不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 是因为你的感受系统 是有您自己的那一套逻辑的 别的所有的都不说 当一个婆婆要试图下跪的时候 她没有跪 您看这就是您的感觉 您是选择性露出信息 我说的是试图 不要听她说 她这撒谎 她来之前告诉我说了 我会让全国观众都会骂你的 她这么跟我说的 我没有说她给您 她不是试图下跪 是 懵了 我现在都要懵了 她说了 我要去全国骂你 所以她不说实话 很多事情都不说实话 真的 她没说实话 那你让我怎么表达这个事件 我说你婆婆试图给你下跪的时候 被你给阻拦了 这件事情我哪里说错了 没有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突然间愤怒 突然间哭 突然间急 所以王女士 就通过这个细节 能够看到什么 能够看到 当你在去跟外界进行沟通的时候 你的敏感 脆弱 这种敏感和脆弱 才会导致你跟外面的沟通 和外面的情感链接 发生一些你无法理解的问题 我是说她不说事实 是这样的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感觉错位 我感觉我是站在你的立场上 来去澄清了一件事情 但你感觉我去帮着别人来去欺负你 这就叫感觉错位 所以这个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婚姻问题 或者是对错的问题 你说这个男人还能怎么做 我们换另外任何一个男人 今天咱们在场有两位男人 底下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 也都是男性 闷心思问 有谁能做得比他更好吗 我觉得没有 所以那些东西 不是咱们今天在这儿能讨论得清楚的 所以我的建议 王女士需要去做心理治疗 而先生建议就是 能够用更多的视角去观察您的妻子 给予他更多的理解 或者是用这个视角来去尝试的 去化解一下您内心的那种挫败感和无力感 用正确的方式能够帮助到他 帮助到你们的婚姻 王女士 其实我很同情您 因为身体不好啊 心情就不好 很下意识的就会动怒 很容易 自怜 如果这个自怜的情绪一旦过了头 会伤人伤己 您总在说 我这个病啊 就是被他气的 就是被孩子累的 难道疾病不是因为 比如有些遗传因素 比如说免疫功能下降 比如说自己的调节不够 而要承担起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吗 您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以后 您是在为自己 有一些不作为 或者有一些做错了 去免责 去找理由 这样做真的是一种消耗 消耗掉了丈夫的耐心 热情 也消耗掉她的真心 实意 然而真正能够给予你最多关怀的 真的不是别人 就应该是他 你却在用你的一些 知觉 又哭又闹又打又骂的这种方式 真的在推远了他 所以我想跟王女士说 我们说眼睛是用来审美的 您总是盯着他的不足 他的错误 然后抱怨指责 最后眼睛都用来省丑了 心里憋了满满一肚子火 一肚子委屈 身体会越来越差的 停止这种无谓的消耗了 学会感激 学会欣赏 你说不出我爱你的话 你就多说谢谢你 他会心甘情愿地 为你跑前跑后 我觉得这16年来 是王女士的情感荒芜时 今天你坐在这里 穿了一身黑衣服 我感觉到这是一个 干涸的女人 您说这个夫妻进入家庭婚姻 应该是两条情感的河流 可是在王女士这里 你的情感世界 现在已经几乎是 一个沙漠 荒漠 你一滴水都没有 所以你需要一片海洋 并且你把这所有的海洋的情感 全部投放在你的丈夫的身上 她怎么可能给得了这么多 你不断地索求 需求 可是人在你的丈夫这里 她觉得我为这个家 为我的妻子 为这段婚姻 我已经付出了所有 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在王女士这里远远不够 你通过的是一种 比较病态式的方式 你去质问她 去指责她 你一次又一次地抽干了 耗去了你丈夫内心 所有本来可以给予你 情感和滋润之趣 为什么她说她已经麻木了 因为已经被耗尽了 已经被抽干了 两片荒漠 所以王女士 我们首先自己情感荒漠 要靠别人给很难 其实我们还是靠自己 你把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 夏先生你可能要多帮助 多协助 有的时候我们说 男人优点是隐忍 但是在这个家 夏先生你不能过于隐忍 你一过于隐忍 你就会更加压抑 你克制自己 你就会更加的麻木 就会产生误会 让他感受到 你是无情的 你是冷漠的 其实你不是 还是希望你们幸福 这位来世 在婚姻中 你可能已经疲惫了 已经麻木了 但是你要注意到 我们婚姻还有另外一个义务 就是给孩子一个榜样的义务 你对妻子的这种冷漠 或者疲惫 激戒麻木 你的儿子在旁边 或多或少 他能够感知到 他对父母的婚姻状态 他是有认知的 他在青春成长期 他今后的婚姻的价值观 参照 很有可能会借鉴 他父母这段婚姻 来作为感受出发点 也就是说你再疲惫 你也要像个爷们一样的撑住 希望你非常谨慎地 注意到这点 不要觉得自己累了 厌了 沟通无效了 我就这样吧 不能这样 孩子在看 把艳艺和几位观察员 都一致认为 王女士不能再一味地 指责和抱怨丈夫 要看到她的付出 并给予肯定 而与此同时 夏先生也不能再抱着 逃避和消极的态度 应对婚姻 双方都要调整心态 他们的生活 才能过回正常的轨道 本着这个观点 廖阿姨首先陪同王女士 走进了密室 你现在这段婚姻成了什么呢 你在这段婚姻中 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委屈 对不对 好 丈夫也非觉得 你还委屈 我比你更委屈 好 两个委屈的 站在一起 沟通无效 说起话来就吵架 你要记住 从今天开始 别说自己有病了 只给自己贴标签 你要告诉自己 我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我不管怎么样 我有儿子 我有丈夫 我丈夫心情地在外面打拼 为的是什么 她为的是一家家糊口 我在家里辛辛苦苦 我是配合我的丈夫 让我的丈夫 能在外面安心地赚选 我把孩子照顾好 我把家料理得好 这就是我一个女人 我作为一个妻子的责任和义务 你这么告诉自己 你就没有委屈 以后不管痛到什么 这种怨话 这种气话 这种所有的不是 不要再说了 要学个自己笑话 一定要记住廖阿姨说的话 她把我变成怨妇了 对 除此之外 廖阿姨还提醒王女士 做怨妇不讨人喜 而快乐的方法 却在自己手中 我再跟你说一句 你现在一认为 你所有的不是 都是她带给你的 我反对 不是这样的 你所有的不满 你所有的痛苦 你所有的纠结 不是来自于别人 不是来自于你自己一颗不快乐的心 你自己就不快乐 对 我明白 找到个心理老师好吧 把心理有些不满 你要学的 你要倾诉 因为你倾诉 就等于我们内心长了很多的垃圾 我挑了个担子一百斤 我实在压不住了 那我就边走边丢 最后我就轻轻松松上阵 结果你是怎么了 你挑了一百斤 你本来就要不走 你还去捡石头往里面挑 你然后就爬着走 从今天起 你要高高兴兴的 漂亮 本人就很漂亮 气质也好 干什么 我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管什么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最好的医生也是自己 对 对 还有一个是微笑着说话 好吧 调整一下我的心态吧 经过廖阿姨的短暂开导 王女士很快就认识到了 在婚姻中出现危机时 改变自己所能带来的积极意义 而这一点 与密室另一边的 伍运和夏先生所讨论的 如出一辙 你知道吗 为什么他现在这么的愤怒 甚至歇斯底里 是因为你的态度 因为你做了 你照顾了 你帮助了 但是你没有情感色彩 很机械地去做 我建议你 尤其是像您这样 来回奔波的 回到家的日子 其实并不长 来了以后的话 你自己也感受得到 如果是满满正能量的 积极向上的一个人 他的这种热量能量 是非常好的 我们都愿意接近的 你就要呈现出这个状态 扬起你的笑脸 比如每次回家 不是冷言冷语 不是面无表情 而是学会及时地告诉他 你关心他 你牵挂他 他身体怎么样 你还想念他 我们先做努力调整 先把自己的这种 最大的百分之百的诚意 拿出来 在五蕴不断地 给出建议的过程中 夏先生一直保持着沉默 他这个反应意味着什么呢 他还能接受妻子 继续这段婚姻 欢迎收看江中牌乳酸菌素片 金牌调解 本节目由助长道通畅的 江中牌乳酸菌素片冠名播出 咱们密室结束了 我有两个事情想说一下 第一个事情就是 刚才夏先生委托编导 向我来去打听 在你们的家乡 有没有我认识的 专业的 资质好的 能力强的心理老师 他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人 能够真正地去帮助到 自己的妻子 他的这个委托 编导传递给我的时候 我还是挺感动的 就这个男人 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 去寻找着方法 来去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婚姻是一条船 但是这条船 不是能装下所有的东西 这条船 他的载重 是有他自己的限额的 然后他要是超重了 他也会破损 破损有的人就放弃这条船 就跳船逃生了 有的人还在这个破船上 去坚持着 而我现在看到的 你们这条船 真的是一条破船 但是你们二位 目前我看 没有谁说就放弃掉 至少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 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两位当事人 密室也结束了 爸老师特意给你们 讲了这么多 很想知道 二位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 那我先来说吧 这么多年你很辛苦 你放心 一定不会抛弃 共同努力 把孩子保养 老婆我爱 谢谢我 我知道我也是错了 就是说有病以后 我心态特别不好 所以我就说吧 其实明明觉得你做到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 因为心情不高兴 因为你拼痛折磨 真的很痛苦 很难受 所以就从你发火 我知道我这么做 有点过分了 未想能原谅我 放心 一切都会好 谢谢老婆 什么是夫妻 有人说 相爱一辈子 争吵一辈子 忍耐一辈子 这就是夫妻 今天 夏先生和王女士 这对夫妻 他们走过了 相濡以沫 走过了患难以共 争吵过 忍耐过 但直到今天 他们才重拾信心 调整彼此 重新去爱 这份勇气 是难能可贵的 在此 我们也祝愿他们 最终能够婚姻安好 重归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